東練極動 柯震東冒出觀三代好朋友 四個原因 沒有要討論有關他的事情 柯震東在上海默然和相差十二歲的 小阿萱情編後 今天二十二歲生日當天 回到台北啦 有多名此中粉絲來接接還準備蛋糕 阿東跟他們合唱 但可能是情編影響 心情不足平衡 然後就直接搭車回到溫暖的家 就在阿東悶悶不樂這個時刻 你早就在微波貼著女生合唱 謝謝你的禮物 你在這個時刻很甜 哦 她六月十八號生日當天 第一顆第一份禮物 就是這個女生 送上她最愛的航海王 既然女生的名字都被標出來了 陳穎杰連一下她的微波發現 六月一號對岸兒童結市 她收到了一盒航海王的模型 哦 突然驚覺不單索 因為蘋果在5月29號 直接阿東跑了兩家玩具店 就為了買就航海王的模型啊 網友也察覺起用了奧妙 好似是跟柯總的好上了 全穎杰是十足的魯夫迷 連上週去大百萬都要叫朋友cosplay 後來跟阿東都是魯夫同好哦 加上阿東六月中 突然取消微波對Elva的關注 就被網友猜測兩人吵架了 難不成是為了陳穎杰 接著網友又爆料 會是不會告訴你 這是夏萱前男友的前女友的 咦 全穎杰的微波titles Vanitas建築上海市 網友明和表姐王藝人 合開著精品店正是Vanitas啊 原來陳穎杰交往過的對象 是網友明 都是也沒看到寫這種表啊 嗯哼 先來整理一下 最複雜的蜘蛛網 也就是說Elva前男友 網友明的前女友陳穎杰 一次影響了Elva和現在男友 和真兜的戀情 該不會陳穎杰要連腳兩次Elva的菜吧 陳穎杰的英文名字是Gradule Davis 中美混血發齡後新生代名媛 美國出生 外公更標是中國國務院前副總理 媽媽是金融事業董事長 背景非常之顯赫 是個官三代來著 桑梅Elva的母親生前是 電子公司董事長 加上她的演藝事業順遂 可可小說的十億台幣起跳 論身家也是不會輸給陳穎杰的 妳看我今天有看你興趣嗎 有 有 又記得去年阿東生日 Elva還特地扮成啦啦隊幫她開趴 今天阿東回家休息沒多久就出門啦 生日快樂 妳是跟Elva分手了嗎 有嗎 我看你微博上有一個女生陳穎杰 是新女朋友嗎 休息 心情運得太好啊 但關鍵的航海網模信心 是一定要問的 那去買 買給陳穎杰的嗎 那不是啊 買給我自己的 你直接PO會不會覺得說 是不是有點氣傷Elva的感覺 為什麼 就是PO比如說新的女生 送給你的禮物這樣子 我有很多女生朋友 那你跟Elva最近的關係還好嗎 還是已經分手了 沒有 妳想要回答 今天Elva有付女生日快樂嗎 沒有 回答沒有 阿東練真的冷戰得頗嚴重喔 阿東跟關三代陳穎杰的關係 倒是挺坦然 你今天打算怎麼去做啊 你個人不來 我家人 我買電動 說他那個陳穎杰是誰啊 蛤 那個陳穎杰是誰啊 是我不久啊 你怎麼認識的啊 朋友的朋友 蛤 朋友的朋友 只有朋友的朋友 認識很久了嗎 是兩年這樣子 兩年多了 兩年多了 那你說他是那個 商尼王陽明姐的陳穎杰嗎 沒有去心不了解 他會成為你的女朋友嗎 還是他是你的女朋友嗎 因為你在陳穎杰完全 不是男女朋友 也不會有發展 他感覺怎麼樣 很好 很好 沒有